刘凯威作为香港演员 后来进入内地发展 并成功打开内地市场 成为内地观众喜爱的演员之一 为了快速融入内地演艺圈 刘凯威还收起了自己的粤语 坚持说普通话 因为外表帅气 演技扎实 受到不少观众的追捧 在内地演艺圈 声明确起后 刘凯威还跟当红女星杨幂 谈起了恋爱 之后走到了婚姻 婚后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娶小名为小糯米 只可惜两人的婚姻 并没有维持多久 结婚四年后 公布了离婚的消息 让很多粉丝猝不及防 尽管事实很残酷 可外界也只能尊重两人的选择 离婚后 女儿小糯米跟随南方生活 因为刘凯威工作繁忙 而且还是在内地 所以两妇女见面相处时间比较短 只能跟爷爷刘丹生活 早前 刘丹面对记者采访 大方透露 孙女小糯米的近况 说她已经懂事了 可以单独上网课 不需要家人陪伴 只是她和儿子不太放心 所以会在一旁偷偷看着她 可谓是满满的宠爱 近日 网上流出了46岁刘凯威的最新近照 她正在内地剧院表演话剧 表演完后 还跟剧组一起接受了采访 顺便宣传一下作品 从图片可以看出 46岁的刘凯威明显瘦了不少 整个人都显得单薄消瘦 而且脸色憔悴 精神状态不佳 当然 报售之后 46岁的刘凯威 整个人都年轻帅气多了 看起来更像是30岁左右 穿上西装的她 更显绅士风度 儒雅成熟 据悉 刘凯威已经连续在内地工作几个月了 这么拼命工作 想必也非常思念女儿吧 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看到刘凯威报售后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 希望她能够保重身体 注意休息 也有网友希望 她能够再找一个相爱的人 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还有人认为 离婚后 刘凯威忙于工作 杨幂更是公认的拼命三娘 女儿小诺米就成了留守儿童了 有点可怜 虽然离婚了 可女儿上校需要父母的陪伴 期望刘凯威和杨幂 多抽出时间陪伴女儿 新一季的奇葩说开播了 节目组上来就放出大招 邀请了杨幂 加盟导师团队 对选手进行面试 杨幂也不负众望 稳定输出 点评犀利 金句频出 当天杨幂一身黑衣 造型酷萨 相当有欲解气质 前来面试的各种奇葩选手 令人大开眼界 有现场尬舞的 有当场飙高音的 让一众导师都面露难色 杨幂倒是应对自如 对不同选手有不同的反应 遇见表演绿茶的 杨幂当即配合演出 有来有往 玩得十分欢乐 当然最具看点的还是杨幂的怼人实力 点评犀利老辣 让其他导师都佩服 奇葩们也都纷纷败下阵来 例如有人希望杨幂夸赞自己小伙挺精神 杨幂耿直回答 我不能骗人啊 有人说自己高考分数太低 只有280分 杨幂也掩饰不住的嫌弃 确实低了点 脱口秀演员 成璐上场后 大赞两位新来的导师 一方面夸着杨幂 另一方面又说 刘青老师能够和杨幂一起上节目 也是自然厉害 说来说去还是夸杨幂 杨幂却敏锐抓住漏洞 指出成璐把刘青老师当作附属品 两人唇枪舌剑 一经很有看点 而杨幂之后的一句话 更是令网友浮想联篇 因为杨幂上来就给成璐 一个亮灯支持他晋级 马东询问理由 杨幂的回答是 我对独立男性有天然好感 这句话乍听上去 就是表示对成璐的支持 众所周知 成璐和斯文之前是一对夫妻 两人都在脱口秀舞台上 有着亮眼的表现 不过相对来说 斯文名气更大 也更成功一点 被称为脱口秀界的皇太后 成璐倒更像是斯文背后的男人 也曾自嘲是吃软饭的 现在两人已经离婚 成璐也只能做回独立男人 依靠自己行走娱乐圈了 不过网友却对杨幂的话 产生了另一种解读 认为这是在内涵他的前夫刘凯威 杨幂和刘凯威 曾经也是娱乐圈一对神仙眷侣 不过事业上一直是女强男弱 所以刘凯威也曾被冠上吃软饭的帽子 后来两人离婚原因也一度成迷 而离婚后也依然会被时不时拿来做对比 尤其是其中一方有心动向时 对比更加激烈 杨幂事业越来越火 搭档的也都是圈内一线男星 成为85后的领军人物 反观刘凯威 作品产出减少 而且几乎播出的剧都成扑接之势 两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还有的网友翻出刘凯威过往言论 指责她不仅吃软饭 还曾插倒杨幂 在两人还未公开宣布离婚时 刘凯威在一次采访中说 杨幂拍摄的作品更具有商业性 但是自己拍的是比较有艺术性的 这一番话引起了热议 被认为是在采杨幂 间接批评她的演技 当时主持人还问了一句 不怕这种说法杨幂不同意吗 刘凯威斩钉截铁说她不会不同意 然后后来杨幂上节目时 主持人复述了一遍刘凯威的说法 问杨幂你同意吗 杨幂当即否认我不同意 所以外界也认为刘凯威惨遭打脸 不过虽然部分网友对于刘凯威颇有微词 甚至认为杨幂独立 男性亦有所指 但实际上杨幂并没有公开说过刘凯威不好 甚至上节目时还为刘凯威辩驳 刘凯威很单薄 一次太思念女儿 刘凯威和杨幂离婚之后 两个人就很少共同登上过热搜 但是每一次单独提起某一个人时 难免会把她和另外一个人联系在一起 比如刘凯威 刘凯威之前现身内地剧场 作为话剧雷宇的主演 她接受了采访 对于此次演出 她表示自己学习到了一些专业知识 而且也交到了很多喜欢表演的朋友们 当天的刘凯威梳着简单干练的发型 穿着灰色的马甲和白衬衫 造型非常复古儒雅 非常符合她国民贵公子的气质 她真的非常适合出演一些民国时期的大少爷 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都非常合适 为了能够贴合主角 刘凯威似乎也开始减肥 看上去瘦了不少 似乎是为角色而故意减肥的 对比旁边的影后何赛飞 她整个人显得更加单薄 比旁边女艺人看起来还要瘦小 此外也有很多人猜测 是不是太思念女儿了呢 因为前段时间 刘凯威的父亲刘丹 在出席TVB庆典活动的时候 她则表示 儿子现在在内地参加工作 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孙女 两个人就只能靠视频关系联系 由此可以见得 刘凯威一直都在忙于工作 所以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去见自己的女儿了 因此也可能是因为思念女儿 所以才这么瘦的 不过现在刘凯威的工作应该快结束了 也许将会回香港一家团聚 在此前有媒体传闻称 男方曾想要带自己的女儿参加亲子类节目 结果却被女方反对 不过随后 男方对此是表示否认 称自己只希望女儿能够低调快乐的生活 也没有和杨幂闹翻过 刘丹此前也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的孙女非常乖巧 可以自己上网课 不需要大人的督促 从日常当中也能够看出 刘凯威其实对女儿是非常疼爱的 关于坊间传闻 刘凯威想要让女儿参加节目的传闻 应该是子虚乌有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 就算是杨幂和刘凯威没有离婚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也是由刘凯威照顾孩子的 所以由此能够推断 刘凯威对孩子的爱绝对超过了杨幂 平日杨幂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而陪伴孩子的时间都是刘凯威和孩子度过的 所以如果论谁对小糯米最好 那肯定是爸爸了 他本人的气质一直都彬彬有礼 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国民贵公子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的气质 非常符合国民时期大少爷的气质 给人感觉非常儒雅有文化低调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